如果1月20號中央同意借接的話 我們要用台北通來開始接通 就是健康通行證 或者疫苗護照 我們在台北通裡面有個欄位 你給它點下去 它就跳這個頁面 你同意不同意我們台北通去幫你借接中央的資料 所以同意 檢查以後你知道 如果你是比方說打滿兩劑疫苗超過14天 或者是打滿兩劑疫苗超過三個月 而且有打第三劑的那就是綠燈 然後有打疫苗但是沒有符合以上條件 那就黃燈 什麼都沒有打就是紅燈 我想這個如果用這個制度 將來我們在台北市的管制會方便很多 你什麼都不打 你會傳染別人 也可能被人家傳染 這就是製造大家的麻煩 原則上我會從公家的機關開始管理 如果用小房卡 我保證你用兩個禮拜就搞丟了 洗衣服的時候就放在火袋裡面就被洗掉了 我覺得在疫情還存在的狀態下 你知道嗎?在防疫跟經濟發展之前 如果要取得一個平衡 我是主張使用疫苗護照 今天要公布兩個個案的足跡 因為是案17928 17928是台北市的個案 她是40多歲的女性 就是在桃園機場檢疫站的工作人員 她是負責檢疫的 所以她是負責採檢 收集旅客的唾液檢體 還有體溫 1月15號PCR陽性呈現21的CT值 今天公布她的足跡 就是她從1月11到15號 每天都會從捷運台北車站到明德站 還有捷運明德站到台北車站 這樣的通勤 那發病前三天 1月13號分別在捷運明德站 她曾經去加職 那統一超商 還有光南的台北取倉店取倉街 那還有大創台北的站前店 以及佳樂福士林的天母店 那15號的部分 她也去過全家便利商店的明德店 然後五十蘭台北車站的地下街 另外一例是17967 因為她是新北市的個案 她是女性33歲 醫院的護理師 但是她不是任職在專責病房 所以目前還是感染源不明 那她有兩個小孩 那她是自己照顧沒有脫育 那目前為止 她有台北市的足跡 主要是她有帶孩子到台北市來玩 那在1月13號早上10點到12點 她到了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那有在7樓的粉紅豬小妹這邊玩互動的特展 那還有到兒童心樂園 那到下午的兒童心樂園 她有去美食街 然後最後有到台灣科學教育館的B3的停車場 那因為在這個場域裡面碰到非常多的 當天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小學 也有在這邊做校外教學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也有做相關的 正在做相關的採檢 那剛剛第一例的案子 目前採檢人數是50個 那現在的第二例17967的目前採檢人數有5所學校 我們採檢834人 目前現在正在進行採檢 這個禮拜的預約 我們是說沒有在1922是因為 我們本來就有 就先開放預約了 這禮拜大概台北市我們有開放20萬個名額 那24號開始 我們就要注射的 我們全部併入中央 我們大概台北市大概會提供23萬的 出色的名額 這已經是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也希望說在過年前想打的都有打到了 可是我發現那些名嘴在黑我們 他也知道說事實的真相不是這樣 就是為了黑我們而黑我們 所以實在不可取